第三千三百六十六集 叶臣的身前突然悬浮出一个诡异的黑色石头 黑色石头其貌不扬 但却给在场所有人一种心惊之感 只有叶臣知道这是轮回墓地的承载 什么东西 圣天强者均是一惊 叶臣明明已经被他们重创 此时他的身上却又是如此强烈的气息波动 一时间他们不敢再出手了 此时叶臣整个人受到轮回墓地的波动影响 意识已经回到轮回墓地 原本如同焦土一样颜色的墓地 已经变成如海洋一样的深蓝色 甚至叶臣还能看见里面有星芒闪烁 本来有三座墓碑可以引动 一座是泰玄镇荒 现在看来是第二座轮回墓碑问世了 叶臣连忙走到轮回墓地中心 果然看到原本的泰玄镇荒墓碑的旁边 还有一座墓碑已然异变 那异变的墓碑再也不是石头的碑身 而是如同冰柱一样 幽蓝色的碑身中间 有一颗圆珠正隐藏其中 晚辈夜晨见过前辈 雨落 那墓碑席卷成一条水龙 朝着苍穹飞射而去 那巨大的水柱翻腾着的浪化 都如同一柄柄利刃 划破虚空而去 这滔天的气势夹杂着大能神威 这是来自水系技能的绝对掌握 是谁在召唤本尊 饱经沧桑的声音 从这水中缓缓传出 夜晨浮空而逝 看向这座碑体中的隐藏的大能 前辈 我叫夜晨 水体渐渐分化开来 化作一云梯 自远而近 以水化形搭在夜晨的面前 仿佛是引领他进入 水中的方寸世界 这大能显然更具神通 刚醒来就可以连通自己的空间 夜晨知道 自己并没有思考的时间 一步已经迈上了水云梯 两侧翻涌的水流欢动着 仿佛在迎接他 但他却知道 如果自己有任何异动 这水一定会第一时间绞杀他 这是一座远古大殿 穹顶之上尽是繁星 那璀璨夺目的神光 照亮大殿的每一寸空间 意外的是 这大殿没有地面 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水流 水流折射着穹顶的神光 波光淋漓 俨然是一方悟道神殿 一夜孤舟正漂浮在水流之上 上面一个人侧握着 夜晨一时看不清面容 本尊星海之神 洛太虚 那人手指一转 顺移到了夜晨面前 哦 上一世的轮回之主 只是这一世太弱了 星海之神 夜晨丝毫没有对他 轻蔑的语气反感 他知道对方神念既然 藏身在轮回目的之中 一定能帮自己 而且对方既然选择 在此刻苏醒 也许正是察觉到 他遇到了危险 此水是神秘星海之水 可洗精法水 你且过来泡一泡吧 洛太虚容貌俊朗 一头银发 仔细地输在脑后 身上是银白色的沙衣 隐约还透露着些许星光 前辈 在下被埋伏 如今和同伴们 正在危及关头 夜晨虽然也想享受一把 这神秘星海之水 但现在却万万不是 洗精法水的时候 如此不堪 洛太虚长袖一甩 在狱外 他向来独行孤傲 莫说别人用水系灵宝 跟他换一捧 星海之水 他都不愿意 现在他主动将 大机缘给夜晨 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拒绝了 当下变了脸色 挥手而出 将夜晨打落在了水中 你在我这里一天 在外面不过是一溪 夜晨此时才恍然大悟 感情这星海之神 是为了他好 并不是见死不救 这神秘星海之水 功效显著 自己这才刚刚进入 周身之前 被云海剑 所贯穿的伤口 已经在悄然愈合 比他的生命力 还要恐怖 谢前辈 以夜晨的身体素质 当然不需要泡一天 很快 他就已经从水中起身 外面不过是一群蝼蚁 都能让你这么狼狈 这一事 你真的是还需要 诸多努力啊 骆太虚摇着头 淡淡倒 罢了罢了 就让你见识一下 本尊的厉害 在海之领域 五为尊 星海之神手指 朝着夜晨眉心一点 夜晨在睁眼时 神识已经重新 回到明海之上 骆太虚全盘 接管了夜晨的身体控制权 将夜晨的神识 锁在了右眼之中 看仔细了 星海为主 星海之神一身长袍 随风扬起 那手掌 十分轻巧地在 明海海面 轻轻地一按 整条明海海水 此时 就好像是任主一样 万丈高的巨浪 随着骆太虚 手指的指向 转动着 圣天府强者们 面面相觑 明明已经胜券在握 怎么突然之间 夜晨又好像 变换了气势 无尽恐惧蔓延 圣天光结界 十位圣天强者手中 同时结印 一张张印结界 笼罩在圣天府门人身前 面对这个未知的风险 他们选择 优先保护自己 一张纸 就可以保护你们了 骆太虚淡淡说道 在他眼里 只要是海之领域 这个圣天光结界 简直就是幼稚到可笑 他指尖的星光闪烁 一枚宛若明珠的小心灰 飘飘荡荡地 落在着光结界之上 就像是触到了 光结界的法门一样 结界应声而碎 连一枚星灰都无法抵御 真的是可笑至极 星海长激流 骆太虚操纵着那名海水 滔天的水柱 极端的攻势 还有那一往无前的速度 轰击在圣天府强者之上 一朝日下 圣天府强者 虽不至于直接被泯灭 但绝大多数 还是丧失了战斗力 内息全乱 口吐鲜血 仅仅仅一招 顶输赢 这便是星海之神 在海之领域的霸主地位 然而星海之神和夜晨 都不知道 这位大能之举 已经震动了两人 是什么人 搅动了明海 远在千里之外的 赤渊圣王 感应到了明海的变化 神色一宁 暗暗道 莫非是夜晨他们 蠢才 天三娘娘也是透过三世敬眼 早已知晓明海那边的情况 她的心中不断地燃起怒火 这个夜晨 真的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身上的秘密 一箭接着一箭 真是该死 画面回转 明海 逃 圣天府强者们见此情景 互相对视一眼 向着不同方向逃窜 人类终究对未知充满着恐惧 而此刻的夜晨 就是他们的恐惧来源 附身夜晨的落胎虚冷眸一扫 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明海之上 没有一寸地方 可以脱离他的掌控 虎虽是神念之力 但在此地便是只手遮天 回 刹那间意便突起 那明海仿佛是长了触手 将那些圣天府强者拉入手中 泛起一片血色的水化 星海杀衣暂且给你 小子 莫要再这么好欺负了 罗太虚重回了轮回墓地 他终究是神念 不能动用太多力量 夜晨听到他最后一句话 也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什么时候成好欺负了 不管怎么说 先带着血龙他们回太旋镇门养伤 估计那所谓的荒龙古地的遗迹 很快就要打开了 留给我和血龙的时间不多了 与此同时 地球 华夏 京城 叶家宅院 入秋了 红枫叶落了一地 叶晨离开华夏之后 叶家这座独栋别墅便被龙魂保护了起来 毕竟曾经的叶晨对华夏来说太重要了 只是这曾经站在华夏山巅的男人 如今只能流传于武道界的传说中 因为这几年都没有出现过 甚至华夏这片故土 很大一部分人都忘了那个男人的身影 曾经那个如九天之龙盘卧在这片华夏大地的身影 叶家宅院在很久以前就没有开过门了 而今天不知为何 那扇尘封的门打开了 庭院之中 一个有些胡渣的男人 看着面前的这座建筑神色凝重 他的手中紧紧地握着一块玉佩 玉佩暗淡无光 甚至隐隐地有一丝裂痕 就在这时 一道身穿迷彩服的女子身影 出现在男人的背后 她神色如男人一般凝重 开口道 叶前辈 还是无法联系叶先生吗 叶灵天身躯一正 看了一眼身旁的金冷艳 点点头 不知为何 这玉佩失去了灵性 这一个月 我动用了一切可能 却还是无法激活玉佩中的力量 更无法联系店主 说到这里 叶灵天看了一眼苍穹 凝重道 华夏的灵气 一变越来越严重了 这不同于病毒 这对普通人伤害极大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变的灵气 对某些修炼者来说 就是大补之物 再这样下去 华夏昆仑须 都会出大问题的 若再联系不到店主 我只能亲自回去一趟了 金冷艳秀眉微醋 看着如红霞般的天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灵气一变 非修炼者自然感受不到 甚至一些武道界的人 都已经察觉不了 但这灵气一变 终究会从天象中表现 而这阴红且诡异的红霞 终究会被那些 所谓的专家发现 到时候 或许就会引起恐慌 留给龙魂和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更重要的是 现在昆仑须 已经被实力突飞猛进的 袁道锋霸占了 叶灵天此前 实力虽然强大 但终究被华夏的 天道规则压制了 而袁道锋却至始至终 都在华夏和昆仑须修炼 根本不会受规则压制 反而获得机缘之后 袁道锋的修为突飞猛进 如今 龙魂和官方力量 都被赶出了昆仑须 只能在华夏活动 这有多么可笑 而自从被赶出之后 叶灵天一直尝试 通过叶晨交给他的 玉佩联系 可不知是灵气异变 还是因为叶晨出事了 玉佩失去了作用 更不用说联系叶晨了 玉佩联系